飞机突然遭到鸟群袭击 机窗发出巨大的暴力声 两侧的引擎熄火 发动机无法运行 乘客们也明显感受到强烈颠簸 坠坠不安 机长明白大事不妙 他发动点火 却怎么也点不然 他意识到发动机出问题了 随后立马打开了辅助动力设备 使本来黑暗的机舱内明亮起来 空乘人员努力安抚人心 提醒乘客们将自身的安全带系好 不要恐慌 这是平时飞机都会遇到的气流 机长也命令副驾 拿出救命的手册 让他找找解决方案 同时机长开始呼叫塔台 和他们说明飞机的危险情况 以寻求支援 塔台人员的支援工作刻不容缓 只见他命令所有飞机停飞 以协助机长所在的1549客机返航 但是机长心里有预感 他们不可能正常降落了 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 迫降在河道中 虽然附近也有机场可以降落 但是此时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 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了 机长用无比沉稳的声音 要求全体乘客做出安全动作 乘客们毫无意外慌乱起来 随着乘务人员的骑声呐喊 乘客们也按照命令完成了动作 在这个危机关头 虽然塔台希望他们就近将落在机场 但是机长坚定地认为 现在唯一的安全方式 就是紧急迫降在哈德逊河了 哪怕水上迫降的成功率不到1% 他也必须孤注一掷 将自己的责任感和命运堵上 这是他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机长 得出来的飞行经验 就在这时 塔台已经无法和1549客机再联系了 哪怕塔台不停地在呼叫机长 也无济于事 塔台人员都急出了眼泪 随着飞机的高度不断下降 乘客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纷纷祈祷平安落地 有人用最后的时间 对挚爱告白 有人则惊慌失措 抱过哭闹着的孩子 但空城人员不能放任自己的慌张 一直在提醒大家 机长则强行镇定自己 他必须操纵飞机 调整好入水的脚步和姿势 在飞机异常地在空中飞行时 有不少人都目睹了他 穿过林立的高楼大厦 几乎就要撞毁高楼 却都巧妙地避开了 眼看朝着哈德逊河飞去 随着一分一秒过去 飞机就要接触到河水的表面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不能让飞机的机翼或机头先落水 否则就会让飞机解体 随着一声轰鸣巨响 飞机终于破降在河面上 它滑行了很远 这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水上破降 飞机不仅没有解体 而且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都安全无恙 唯有空城人员受到小伤摩擦 机长背负着责任心 来到客舱让乘客们有序撤离 复驾还在驾驶舱内系着安全带 他惊魂未定 完全没想到自己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意外 竟然还能安全破降 可见机长的心理素质之高 处理意外的速度之快 令人赞叹 这也成为空难史上的一大奇迹 堪称最伟大的水上破降 空城人员不顾自己的伤口 急忙让乘客们有序撤离 因为机舱外面的河水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要慢过飞机 留给飞机上人们的时间不多了 在前面的机门打开后 安全逃生的滑梯也展开了 不少乘客想要争夺早点逃离的机会 都起身站到了飞机的机翼上 他们还惊魂未定 机长拿着毛毯 让离开的乘客带上预寒 因为此时正是寒冬 所以寒冷的天气 也加大了人们逃生的难度 不像在夏天 落入水中还能扑腾几下 现在落水几分钟 只会被冻僵到毫无知觉 幸运的是 就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 有一艘轮船上的船长 发现了飞机在水上迫降 船长一边呼叫请求支援 一边加大马力 将轮船赶到飞机身边 很快 不少附近的轮船 都听到了支援飞机的消息 纷纷赶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大家都星系机组人员 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 也接到命令来到了河上 就在所有的乘客 都顺利被营救后 机长却落在了最后面 他是挽救这场意外的英雄 却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负责店后 他奋力跨过急腰的冰水 在飞机内反复确认一件事 那就是是否还有乘客 留在飞机上 直到确认没有乘客滞留 机长才安心地撤离 在最后紧急的关头 很难想象 竟然在短短二十分钟内 就有一千多人被成功营救 可以说不仅是机组人员的负责 挽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更是参与到这项支援任务中的人们 都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和爱心 才让乘客们得以安全上岸 获救的乘客欣喜一于言表 在飞机遭到鸟群袭击 到机长决定在水上迫降 只是短短两百秒的时间 但归功于机长的灵机应变 将空难意外扭转为迫降奇迹 不出意外 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该事件 机长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应接不暇的闪光灯和记者 几乎要把机长给淹没 他被人们称为英雄机长 但王冠沉重的重量背后 还有深不可测的诋毁 机长也坠坠不安起来 果然 飞机的事故调查组来找机长麻烦了 根据现有的飞机数据显示 因为他们认为机长有一定责任 承担飞机的意外迫降 由于飞机在遭遇鸟群袭击后 仍然有左边引擎在运转 这说明飞机完全有足够的动力 回到附近的机场迫降 也就是最初塔台人员要求机长做的 但机长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也顺利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这样的抉择 实际上却被事故调查组的人员认为 机长做的是错误判断 因为飞机在水上迫降的危险 远远大于在机场降落 如果出现意外 是机长根本负担不起的 面对调查组人员的刁难 机长和副驾都当场反驳了他们 因为那是在飞机快要坠毁的关头 机长所能做到的 最完美且最力所能及的抉择 但调查组人员不依不脑 认为机长很可能有隐藏的心理疾病 机长有力地驳回了他的质疑 并说明个人生活不应该影响到工作上 更何况是在意外降临时 他更不可能意气用事 不过调查组人员继续质询 表示在模拟飞行事故时 完全可以相同的参数 让飞机安全返回附近机场降落 这一质询让机长也有点动摇了 因为参数是可靠且精准的 自己的抉择是否真的正确 这让机长回忆起在飞机上的感受 以他的经验来讲 如果飞机强行飞越高楼大厦 执意飞往机场方向降落 极有可能撞上高楼大厦导致灾难 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 机长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脑海中的思绪 想琢磨出事故以及参数的蹊跷之处 这也勾起了机长年少时的回忆 他对飞行的热爱由来已久 在教练的指导下 他总是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有一次他的驾驶舱甚至冒了黑烟 他都能淡定地继续驾驶 通过提升高度来维持飞行 最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地面上 可见机长从少年时代 就有着过人的灵机应变能力 可以处理好危机的难关 眯着眼看新闻的机长 显然听到了让他灵机一动的内容 那就是他要把握时机 于是他打电话给朋友 希望朋友能够将模拟飞行的测试 放在听证会之前 机长想通过这个机会 弄清楚人类和机器的区别 哪怕机器在如何万无一失 也和人类本质上不同 如果证实他在水上迫降的判断是错误的 那么机长将结束自己的飞行生涯 就在听证会那天 机长如愿以偿地提前了模拟飞行测试 在同样的参数和情况下 两位驾驶员按照事先的要求 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机场 接着第二组的驾驶员 也得到了相同的降落结果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机长则不慌不忙 不卑不亢地面对调查组人员的刁难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测试排除了人类自身的因素 在危机关头 不是机器在做出反应 而是坐在驾驶舱内 两个活生生的人在紧急做出判断 机长和副驾不仅跳过了手册的指示 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迫降流程 在短短200秒内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分析和决策更优解 机长争取到了人类自身的反应时间 是35秒 让驾驶员再次模拟飞行测试 但是很明显 这样飞行的高度太低了 失败显而易见 调查组人员也失去了原先的气势 不那么嚣张了 接着又播放了当时意外发生的录音 随着机长冷静沉着地做出一系列操作 原本机长想要返回机场的想法 也因为直觉地预判作废 正因为无法办到 所以才被迫在哈德逊河降落 很显然机长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副驾和机长听完录音后 仿佛又经历了一遍现场 他们对彼此都心怀敬佩 因为他们共同度过了凶险的局势 于是调查组的人员也扭转了态度 从百般刁难 变成了心生敬佩 机长的清白终于被证明 但他不被信任的曾经 也令人寒心 拥有这么多年驾驶经验的他 成功在水上迫降后 还要遭到那么多的质疑 实在是一种讽刺 但好在一切终究有了完满的结局 伟大不应该被磨灭 而应该被尊重 机长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 还得拥有一颗责任心 和强大冷静的头脑 才能够在意外发生时 安全将机组人员送回陆地